第八題 從冰箱中取出罐裝汽水至桌面上 經過一段時間後 發現飲料罐子上布滿了小水滴 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那我們曉得 那這個絕對不會是裡面罐子的水會跑出來 罐子它密封它跑不出來 所以A說是 汽水罐的水分子吸出鐵罐外是不會是對的 那麼我們B說它是二氧化碳溢出 打開之後會溢出 沒有打開之前不會溢出 不管它有沒有溢出 它變成是氣體 它也絕對不會是小水滴 所以B是錯的 C呢是汽水蒸發產生的水蒸氣 如果它是有產生水蒸氣的話 那它就是水蒸氣 它就不會是小水滴 所以C也是錯的 所以我們正確答案呢 只有豬是對的 這是因為汽水罐本身溫度低 空氣的水蒸氣碰到它預冷之後凝結 所以第八題問我們說 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我們答案選的是豬 汽水罐溫度低 空氣中水蒸氣被凝結冷凝成小水滴 就真的難過 那邊有的水蒸氣 如果現在的水蒸氣 再會勝利 就用了多少的水蒸氣